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 打定主意早起读书 结果清晨闹钟响了 顺手就关掉闹钟 安慰自己说 再睡一小会儿 没关系的 时间还来得及 励志做一个窈窕家人 结果午餐的时候 看到一块诱人的蛋糕 宽慰自己说 再吃一小口 没关系的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吗 下定决心 早睡早起 结果晚上打开手机 看到最近网上流行的游戏 安抚自己说 再玩这一局游戏 没关系的 玩完了就下线 你我可能都制定过各种天花乱坠的计划 却都在以上种种借口中阵亡 结果呢 一本书 放了一个月 也没有翻过一页 一小口再加一小口 到月底 体重又飙升了好几斤 一局之后再一局 不知不觉已经半夜三点了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为什么明明都计划好了 但第二天就是完成不了 为什么自己这么平庸 和优秀的人相比 自己到底 差在哪里 是自己的计划不够周全吗 还是自己命中注定平庸一生 都不是 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缺乏执行力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 马明哲曾经说过 所谓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执行力 没有执行力 就没有核心竞争力 那什么是执行力呢 清华大学金管学院 曾经给执行力下过这样的定义 执行力就是组织中的个体 为实现组织目标 而需要具备的综合能力 并且给出了一个公式 优异的成绩 等于正确的战略 加有效的执行 简单来说 执行力就是 划想法为行动 划行动为结果的能力 比如想要减肥 就扔掉手里的奶茶和零食 去健身房挥洒汗水 再比如想要提升自己 就关掉游戏 拿起书本 去读书 去学习 想到个人 大到企业 执行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执行力的高低 决定着个人和企业 能否尽快实现自身价值 没有强大执行力的个人 必将失败 没有强大执行力的企业 也必将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 惨遭淘汰 财富杂志的研究显示 70%的管理者 不是因为糟糕的战略 而是因为糟糕的执行 而失败的 执行力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想法千千万万 不如在行动上动一动 网罗托马斯和大卫伯恩 在执行力这本书中写道 满街的咖啡店 唯有星巴克一只独秀 同是做个人电脑 唯有戴尔独占凹头 都是做超市 唯有沃尔玛 雄居零售业榜首 造成这些不同结果的原因 是各个企业执行力的差异 那些在激烈竞争中 能够最终胜出的企业 无疑都具有很强的执行力 诚然如此 一个好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原因有很多 但最根本的还在于 它拥有卓越的执行力 企业如此 人也是这样 和优秀的人相比 我们差的就是执行力 孙正义说 三流的点子加一流的执行力 永远比一流的点子加三流的执行力更好 的确很多时候 并不是我们的计划不够周全 点子不够好 而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份 说干就干的勇气 要知道 再好的点子 再完美的计划 不去执行 也等于零 想法再好 不去执行 永远都只能是个想法而已 只有执行力 才能化想法为结果 前段时间 同学聚会上 遇见了很多 很久没见的好朋友 吃饭寒暄之间 一个衣着时尚 身材健朗的男子 走进了包厢 说道 不好意思 路上堵车来得晚了 我还没来得及认出 这个男子 已经有老朋友 惊到 李明 李明 这个时候 我定睛一看 真的是他 在我的印象中 大学四年 他一直是我们班里 最不起眼的男生 没想到 再相见时 他的变化 已经如此之大 有男生开玩笑说 我的天哪 你小子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不会是去哪家医院 重塑了吧 他也不恼 微笑着说 没有啊 就是不想再放纵自己了 原来自从毕业之后 他就开始严格控制自己 和管理自己 规律的作息时间 每天抽出时间读书 每个周末去健身 这些只会出现在 我们信誓旦旦立下的 新年flag当中的事情 他却在他的生活当中 一丝不稳地进行着 生活中 多少人嚷嚷着要减肥 却又在美食和安逸面前破功 多少人抄罩着要去健身 却又在电视剧和游戏之间 流连忘返 我突然意识到 只有行动起来 才能给你想要的人生 比所有的flag加起来 更了不起的 就是一个人的执行力 懒惰和放纵 会逐渐消磨掉一个人的斗志 吞噬进一个人的梦想 把他困在安逸享受的舒适区里 使之荒废 堕落 最终 无法自拔 即便他有所悔悟 有所思考 也会因为缺乏执行力 而成为空中楼阁 渴望不可及 只有执行力 能够让我们慢慢变好 拥有更多选择权 能够让我们 牢牢掌控住自己的命运 做自己人生的主人 于企业而言也是如此 执行力是一个企业 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也是决定企业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沃尔玛总裁 罗伯森 沃尔顿就曾经坦言 沃尔玛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执行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如果你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CEO 或者希望让企业的挑战性目标 变为现实 那么就必须依靠执行力 微软公司的创始人 比尔盖茨也曾经说 微软在未来十年内 所面临的挑战 就是执行力 是啊 无论计划多么严谨 决策多么正确 但如果缺乏执行力 一切都是纸上探兵 那既然执行力这样重要 那么 如何才能够获得执行力呢 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个 突破自我培养执行力的小方法 首先第一点 学会不找借口 借口是执行力的头号杀手 很多人一旦完不成既定的任务 就给自己找各种借口 殊不知 人一旦学会了找借口 执行力就会大打折扣 比如说当老板交给你一项任务的时候 你如果想的是 这个任务真难 该怎么办呀 这个时候你就已经为自己找好了借口 那就是 任务难 在执行的时候也容易一拖再拖 直到不得不做的时候才去做 那执行力自然就大打折扣 但如果你思考的是 我要怎样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 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呢 那么你一心想的就是 尽力地去完成任务 执行力自然也会提升 在美国西点军校 最广为流传的行为准则就是 没有任何借口 学会不给自己找借口 想到就立马去做 这样才能提升自己的执行力 第二点是 化繁为简 化简为序 当遇到复杂的问题 而导致确实难以执行的时候 要学会化繁为简 化简为序 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 所谓的化繁为简 化简为序 就是先把一个复杂的任务 拆解成几个简单的问题 然后再把这些问题按照逻辑排列好 一个一个有序地来解决 这样说可能还是会比较生硬 我们来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比如说老板让我们做一个公司的纳税筹划 运用化繁为简 化简为序的思想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任务 分解成 第一步 对相关财税政策和法规进行梳理 整理和归类 第二步 对公司进行全面的纳税评估 第三步 进行筹划并且形成方案 这样一来 纳税筹划这个复杂的问题 就简单化有序化了 我们在执行一个任务的时候 也应该这样 化繁为简 化繁为序 找到突破口 有序的完成 这样你的执行力 也会大大的提升 来看一下第三点 给执行设定最后期限 给自己设定合理的最后期限 是提高效率的良方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 叫做最后通叠效应 心理学家解释为 对于不需要马上完成的任务 人们习惯在最后期限 即将来临的时候 才努力地去完成 也就是说 人们在从事某一项活动的时候 总会觉得准备不足 于是就能拖就拖 但是在不能拖的情况下 例如条件不允许 或者是到了规定的时间 人们基本上也能够完成任务 诚然如此 如果没有一个最后期限 那么我们做起事情来 就会不由自主地拖延 非得到了不得不完成的时候 才去做 工作效率也就非常低下 但如果我们给所有任务的执行 都设定了合理的最后期限 迫于这种期限的压力 我们的工作效率自然会提高 执行力也会大大提升 还是那句话 想法千千万万 不如在行动上动一动 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执行力 不要再为自己的平庸找借口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学会不找借口 化繁为简 化简为序 并且给执行设定最后的期限 而后变得优秀 翻开人生的新篇章 与君共勉